有理的老粉都知道 我是一个讲传统文化的宠物博主 这个账号自设立以来已经有八个月了 我不仅讲过养宠科学 我也讲过道德经 也讲过传统文化 我一直认为 认同并学习我们真正的文化内核 才能约束部分心中的恶 不去伸向那些无辜的动物 于是在这个过年期间恰逢有话题 我就多拍了一点关于传统文化的视频 长粉不少 成蒙错爱 但确实也让不少丢了我很久的小黑粉 找到了扑扑狗 给我留言说 你一个爱狗人士科普传统文化 知不知道古人都很爱吃狗啊 好 既然你实心实意的提问了 那我就好好的也给你科普科普 吃狗这个话题能让很多人吵起来的一点 就是因为狗曾在六处范围之内 而现代秦畜的33种里边却没有狗 爱狗的人呼吁不要吃 馋狗的人想尽办法吃 优利也曾经说过 极端的爱狗人士跟极端的恨狗人士本质上并无区别 一个是把狗权凌驾于人权之上 一个是直接泯灭了人性 所以以下内容皆为客观 我国古代的六处分别是 马牛羊鸡犬史 这个排名啊虽然有正义 但并不妨碍我们拿出来讲解 从礼记中的王志方济来看啊 为保证饲品的需要 在春秋以前很重视犬羊的反育 古来杀生 十七肉做齐皮 不做犬羊 是不无故杀之 这个意思啊 就是希望除了祭祀 庆典等节日之外 不要随便杀羊和犬来吃 以保证它们的繁殖 本草钢木里也把适合打猎的犬称为田犬 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中华田园犬 戏犬等 看家呼应的犬称为废犬 比较接近于现在的本土麻犬 以及狼青犬等 而食用的犬称为肉犬 在上代也有以名犬为宠物进贡的习惯 在一周书王会节第59写道 给商王进贡了一些东西 这个太长了我就不念了 我直接放一个截图 单指一下里面进贡的这个短狗 它指的也是矮脚狗 在对应上面这些地区啊 我推测这个矮脚狗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八哥犬 历史学的不好啊 懂的人可以飘弹幕 尔雅世处里也写到 狗四尺约熬 我们便也可知 在先秦时期 熬就已经作为名犬 经常给君主进行进贡 所以你看 古人都把狗狗的用途 做了很细致的区分 就连涉养论里也提到了九月 物食犬肉 减蒜腰兽 用古代科学 约束了口腹之快 结果现在这个偷狗 独狗的现象 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为了那二两肉 连鸡娃娃也都能下得去手 而另外五出 羊肉为了它的肉 更多都是为了它的奶 而马呢 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牛就更不用多说了 想吃它简直是天方夜谭 而鸡和猪呢 更多都是为了祭祀用 可以说在古代 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想吃一顿肉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的父辈们 他们儿时想吃一顿饺子 到底有多难 所以啊 这六处最核心的体现 是这六处 最容易被人类所驯服和圈养 到了我们这一代 虚目月的大力发展 让我们实现了吃肉自由 我们也更注重了 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等问题 而若现在 却仍要绞尽脑汁 去偷猎野味 毒害别人家的宠物 这不是本末倒置 是什么呢 古人尚且有约束 何况今朝 周里称养狗的人为犬人 汉代使射迅营狗官职为狗贱 皆无贬义 汉武力甚至建了犬台宫 并在犬台宫外又筑起了走狗罐 倘若这些东西流传到现在 又有美国人的CFA和AKC 什么事呢 汉领地虽然昏庸 但却爱狗爱的痴狂 灵地于西园弄狗 住进咸贯 带兽 王之左右接狗而贯 这个意思就跟咱们现代队狗一样 给狗穿衣服 带有帽子 汉书鲁公王传记载 鲁公王 号在王室种花 玩狗 后汉书 两桶列传里写 记字薄浊 号 避鹰走狗 这个避鹰啊 就是胳膊上沾个鹰 走狗也就只猎起来 所以动物们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下 所代表的意义也是截然不同的 互不打扰 互相尊重 才是和谐 每一种动物在我们各个民族 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和特殊的精神文化 有的不吃猪 有的不吃鱼 有的不吃羊 有的不吃马 有的不吃狗 然而更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要与时俱进 不然 棒棒们 为什么要在去年禁止吃狗呢 懂得都懂